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一名网友带女性有人控诉,透露有人因经济问题,日前向哥哥借了2万元的生活费,未料对方不但屡传闲失见讯骚扰,甚至扬言让我X10次就结清。 网友指出,由于女性有人从小家境不好,便与原生家庭分开,景与亲哥哥有来往,还曾借钱助哥哥渡过难关,最近有人因工作因素导致经济不稳定,又必须独自抚养小孩,遂开口向哥哥借了2万元,没想到其兄为追讨2万元,竟嚣张表示我那根好硬,叫你让我X,一次底涨2千, 也不要,如果让我X10次,不就结清了吗?夸张行径令不少网友直摇头,回应,我以为这桥段只会在电视出现,老泰格不诉鬼,变态,原PO事后也表示已陪有人置警局备案。